中廣論壇 中廣論壇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二 到中廣來我就想說 因為這邊的朋友比較多 為什麼比較多 因為我們整個大樓 它下面是一家人壽公司 金融業的 那人來人往 那當然我們樓上這些是新聞界的 媒體界的 這邊的朋友很多都認識 就自動大樓的人其實是 不能講複雜但是人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很嚴謹 那過去我進來的時候 下面可能有人在喝咖啡 現在就比較少見了 就是這種公共的場所 人會比較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很多餐廳 很多公共的場所 都已經撐不下去了 餐廳就虧損就不做了 就沒辦法 還要養員工沒辦法 那很多行業真的都受這樣的影響 疫情剛開始 其實很多國家很輕忽 他們那時候這些先進國家 歐美跟這些先進國家 所謂民主先進國家 他們那時候就浩枕一下 在看中國大陸跳腳 封閉 然後在那邊指指點點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現在 全世界最險進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這些歐美這些國家 現在美國很險進 美國只是我們報導比較少 美國會不會很慘 會 美國還沒開始 現在川普很重視 趕快拿著 然後美股一直下跌 因為現在美國人已經知道 美股為什麼會下跌 只有一個原因 恐懼 我告訴你 這個新冠病毒就讓你恐懼 因為這個敵人你是看不到的 那這些歐美國家 他們過去要對付誰 誰就被他打敗 他看中東哪個國家 伊拉克 伊朗看你不爽就打你 他敵人看得到 他躲在碉堡 我把你弄出來 因為我用最先進的科技 在上面照著 就把你 對不對 過去海山 還是被他抓起來吊死 被美國人抓起來吊死 你多厲害 你躲在哪個碉堡 我還是找得到你 對不對 賓拉登 全世界最厲害的恐怖頭子 照樣 海豹部隊衝進你家 把你當場隔殺 對不對 因為我們用各種方式 科學的方式去接聽 你跟誰有聯絡 哎呀你們在哪裡 我就鎖定 鎖定定位 哎呀他就在這個位置 我們直升機 載了海豹軍 海豹隊員 好厲害喔 因為你看得到敵人 所以這些國家很勇猛 那他看中國大陸剛開始 他們就在那邊 人風熱潮 哎呀 為什麼 因為你們中國人喔 骯髒嘛 吃野生動物嘛 不文明嘛 大家就講得好開心喔 病毒從哪裡來的 其實還不一定知道 但他最早發病最多了 是中國大陸沒有錯 中國大陸是被別人感染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呢 他只是最早發病的地方而已 他可能被外面的人帶進來 然後感染了 可是這些先進國家冷風熱潮 現在怎麼辦 他們崇尚自由啊 五萬封城 他們的媒體就開始大罵 哎呀 這個沒有人錢 怎麼可以限制人家自由 那現在呢 現在法國都守國了 加拿大守國了 美國規定所有人家都不准進來 除了英國 各位你可以看到 每個國家都在守國 守城啊 馬來西亞也守了 你現在看到的 不是落後國家我告訴你 對不對 加拿大會落後嗎 法國會落後嗎 然後德國把他邊境 好幾個地方都全部關了 別人不准進來 各位你想想怎麼會這樣 啊你如果在哪 一個都會錢的報紙 他們的報紙來看 啊你妨礙人家自由啊 怎麼可以這樣 人民有千禧自由 他高興去哪裡 就去哪裡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各位 修讀會丟啦 台灣話修讀會丟啦 小白會比你落 落屁比較久啦 對不對 台灣話會這樣 但是我不要這樣去講啊 我要告訴你這病毒 它是不分人種 不分宗教 不分國家 因為現在全世界 因為我們的理由很發達 它去哪裡 你都會被感染到 那誰是最大的 宿主 不知道 宿主就是說 這個新冠病毒先附著在 哪一個動物身上 不知道 可能是扁如 可能是穿山甲 可能怎麼樣 但是 意判是扁如 百分之九十八 可能是扁如 那扁如呢 扁如可能 跟哪個動物有接觸到 就被那個動物帶到 譬如說是穿山甲 譬如說是果汁梨 以後怎麼樣 不知道 他們動物跟動物之間 做了哪些接觸 誰會知道啊 對不對在野外 那你吃了這個 吃了那個 有可能 這是一個傳染的方式 可是 各位朋友 這只是一個猜測啊 那會不會感染 會 大家都會 而且 我們現在發現 原來人類是 果然是平等的 白種人 黑種人 黃種人 大家的機會 其實都一樣 但是 過去那些冷通熱潮 現在也不必要了 現在面臨自己的情況怎麼辦 我告訴你 隔離還是最好的方式 小董獎真的是隔離 洗手 隔離 戴口罩 那現在還兜了一項 沒出國 不管哪個國家 不管哪個國家 我突然去吃晚飯的時候 因為我叫一個草辯啊 老闆講說 哎呀董哥啊 他說他就住在那個 被封鎖的國中那裡啊 那國中整班都不用不用 那高中啊 整班都不用上課 因為 就是那高中生的學校嘛 那他在學校接觸過哪 他們社群也是人心惶惶 我說你怎麼知道是這首高中 怎麼會不知道 這學生平常 突然沒有了 大家就會講啊 當然我們都不能公布 都知道在哪裡 但是你想 那他接觸哪些人 你不是很可怕嗎 死 所以都會影響啊 一個學生接觸了 二十個同學 這二十個同學 的二十個家庭 二十個家庭 爸爸在公家機關 姊姊在政見守 媽媽去菜市場 哇 我告訴你 他的傳播就是這樣 所以 我有時候講這個 我真的有時候 會有點害怕 因為他其實 會傳播最可怕 就是一個心理 那歐美現在 為什麼這些股票大家都得 因為他們的衛生常識 比一般國家還強 他們現在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怎麼 怎麼來的 那他也知道說 他是很難防護的 就你沒辦法做到滴水不漏 沒辦法 完全沒辦法 那你做了多少紓困 政府投了多少錢 恐怕一時沒有用 所以今天所有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麼嚴禁 守國的守國 封城的封城 對不對 然後股票跌了跌 所有的市場 完全一片死急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恐懼啊 這敵人你看不到 他不是賓拉登 賓拉登神出鬼沒 還是被美國人找到 把他打死了 海山總統 哇 錢力那麼大 獨裁者 還是被美國人抓到 把他吊死了 看得到啊 你只要看得到 找得到的人類 我有辦法對付你 今天他不是人類啊 他小隻就小了 眼睛看不到 你用顯微鏡 用那個 才有辦法稍稍看到 你怎麼去撲殺他 所以你沒辦法去撲殺他 的方式你要怎麼辦 隔離他 這東西沒辦法撲殺的 隔離他 你不要讓他有更多的 人體動物 讓他在上面繁殖 他在身上就繁殖 他跟癌細胞一樣 癌細胞開始一點點 可是他在你的體內 癌細胞自己在你身體之內 他自己製造了血管 他自己另造血管喔 然後就從這裡把你侵蝕下來 這個就是癌細胞 那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看到這病毒 他的茁壯其實就是 我們很多衛生習慣不好 當然加大他的 感染方式 可是你衛生習慣再好 有時候也黃不勝黃 所以我們就要隔離 我們就要讓他減到最低 他絕對不會沒有傷害 但你要讓他傷害減到最低 請多洗手 請戴口罩 別出國 像小董講的 想到的就是這樣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來講 其實台灣還有非常多的問題 他在疫情之外 大家都不談 因為被疫情掩蓋了 我們政府 幹很多壞事 正在疫情高漲時候 風高的時候 不該監督不該罵嘛 馬上回來 新聞事件這麼多 政治人物口莫橫飛 再見